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太太 开水来了 二太太 开水了 二 二 远妈 跟你打听个事儿 你是西唐人吗 是的 那二十年前 你们家有没有人在西唐撑过船 我 我 我 新做的西饭趁热喝吧 远妈 开水打来了 我 我走了 谢谢你啊 喝酒吧 啊 远妈 远妈 没什么事儿 你怎么跑这么快啊 吓死我了 出什么事儿了吗 我 我 我本来是要上街的 一听到你叫 我就赶来了 哎呀 我又没什么急事儿 你跑得这么快 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啊 真是的 哎呀 远妈 你知道吗 今天紫青啊 请我喝咖啡啦 哎呀 这可是我到了张家 他第一次主动约我呢 哦 是吗 那你开心吗 当然啦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 哎呀 是啊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偷 他一直冲着紫青寒 嗯 什么唱什么的 而且还跟他说呀 说让他别忘了什么西唐的小教堂 还说 是什么 礼神富养大他的 哎呀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啊 哎呀 哎呀 你怎么了 哎呀 没事儿 嗯 有点儿不舒服啊 哎呀 我就说嘛 来来来 坐在这儿 你跑得这么快干什么呢 你看 现在身体不舒服了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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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你在这儿躺一会儿啊 哎呀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嗯 二老爷难道真的是当年的那个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哎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好好的家里不住 不要搬到这里来 嗯 你看 连个帮手都没有 什么都得自己干 好了好了 就别唠叨了 想雇佣人你雇就是了嘛 哎 你有没有去叫阿超 把子卿叫到这儿来啊 我都交代过了 老爷 平时你们父子两个就说不到一起 子卿 他跟他奶奶亲 我们这么一般家不就更 哎 我这么做也是为他好 以后啊你会明白的啊 好了 忙你的去吧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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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长兄弟 就是这儿了 你放大胆子 老爷不会认出你是假的 老马哥 我这辈子都没叫过爸爸妈妈了 我绝对我会叫不出口 你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少爷了 现在你就当自己是少爷 那样什么都会顺起来的 没办法 也只能试试看了 老马哥 你可别走啊 好 我陪你进去 可我得马上出来 这是规矩 我就在这里等你 反正老人说什么你都应着 不会太久的 好 进去吧 来 到了 大太太 子清 你来了 快 快进来 来 进来 你去忙吧 来 快坐吧 这孩子也是 天天在外面跑 好了好了 你到里面待着去吧 我跟子清有话说 子清啊 你是不是从心里看不起你爸爸呀 没有 你不用怕 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呀 虽说我重出江湖 可有谁不在我背后直直戳戳 有谁还会正眼看 就连你被警察局抓起来 也是因为我 是啊 一向呼风唤雨的张家大老爷 这些如今让人牵着鼻子走 子清 爸是要你明白 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能够继承张家的祖业 为了你能够做到真正的张家主人 明白吗 是啊 你不明白 你也不用明白 你只要当好你的总经理就是了 好记住 跟你二叔不要走得太近 有些业务上的问题不懂 就来问我 哦 我明白 嗯 还有 有空多去看看你奶奶 她在生我的气 等她起消了 我会去看她的 哦 嗯 知道了 嗯 那 爸你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也好 你先去忙吧 去吧 哦 爸说的话记住了啊 嗯 嗯 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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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她已经走了 哎呀 我还没有跟子卿说话呢 你怎么就让她走了呢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说的话呀 留到以后再说吧 啊 哎呀这倒霉的路子山也山不忘 哎呀 这梅秋店的老板心也太黑了 放了多少黄泥呀 哎呀 哎呀 哎 黄冬啊 哎呦 生炉子呢 哎呦 先生啊你又来了 啊 阿生他回来了吗 哦回来了 我去叫他啊 好 阿生啊 哎哎 不好意思啊太烟了 好 没关系 啊 这么大烟什么事啊黄冬 嗯 阿生啊有人找你 哦先生啊 你是姓张吧 哦对我姓张 就是这位先生找你 哦 那 你找我什么事啊 哎 这儿太烟了 我们换个地方 哼 这么大烟 啊 呃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好吗 好啊 啊 请请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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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 啊 真的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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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张子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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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呢 阿生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说 过来说 先坐吧 昨天张姐的二老爷找我了 他说他要找你 找李韩昌 什么 他找我 他怎么会知道我 我跟他可没什么瓜葛 我知道你跟他没任何瓜葛 可是 他好像找你找得很急啊 对了 他还 还请我和他一起喝咖啡了 我还是第一次到咖啡馆里喝咖啡 那咖啡一点都不好喝 酷兮兮的 喝咖啡喝咖啡我都快要愁死了 你聊什么喝咖啡呀 你愁什么呀 你愁什么呀 你小子 要是真摊上这么个有钱的亲戚 也算你有福啊 你别瞎说了 昨天 大老爷把我当子卿找了去 跟我说了好多话 今天 二老爷 又知道我是汉昌 我都搞不清楚我是谁了 阿生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猜我遇见谁了 谁啊 大葵啊 李大葵 大葵啊 他不是当兵去了吗 我也搞不清他为什么会在上海 他把我认出来了 可是我没敢承认 我怕 我怕他给我惹麻烦 哎 这可不好说 那小子从小就不学好 什么偷鸡摸狗的事都敢乱来 阿生 之前答应给你找个好工作 可我现在连自己会怎么样都不知道 你不会怪我吧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怪你呢 原来我还羡慕你命好 当上了总经理 现在啊 我觉得你也挺不容易的 还不如我做自己好呢 我虽然苦点 最起码总比你轻松自在吧 我现在想做回我自己 都不行了 干嘛呢 请问张锦林先生在哪儿 你是 我是他一个朋友 哦 请稍等 张先生 有人来找您 你找我 您是张锦林先生吗 是啊 有位朋友想见您 谁啊 张先生 您放心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来 这边请 哦 张先生 请 哦 里面请 村上先生 张先生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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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咱们好久不见了 还认识我这个朋友吗 村上先生 哈哈哈哈 哎 你去吧 是 来 张先生 请坐 好 村上先生 找我什么事儿 哎 没什么事儿 就是随便聊聊 先生 您的咖啡 来 张先生 请 谢谢 怎么样 这两天伤口好些了吗 哦 哦 好了 谢谢 啊 那个 你们公司的情况 还好吧 嗯 还好 张先生 我问你个事情 你大哥张锦晨 有几个儿子 我大哥就一个儿子 他叫子清 哦 怎么 哦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嗯 嗯 现在 他在公司 干得还好吧 哦 干得还行吧 我开始以为 他不喜欢我们这行 但现在看来 还可以 好好是吗 哦 张先生 嗯 你和你大哥的关系怎么样 哦 我大哥呀 他 不太招架 也不太去公司 我们见面 也很少 哦 是吗 那 哎 你和老太太的关系还好吗 嘿嘿嘿 张先生 你想知道这是背什么吗 你什么意思 嗯 怎么 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认识啊 你什么意思 嗯 这就是张老夫人 为什么不喜欢你的原因 你呀 是你的父亲和这个女人 在日本生的 你不是张老夫人的亲生儿子 你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 我给了你大哥同样的一张照片 并且跟他说了 你父亲在去日本之前 是根本没有生育能力的 他的病是家父治好的 你父亲只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 按理说 张家的财产 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就是你 嗯 再说了 你父亲在日本经商 又积累了一大笔财产 而这笔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也只有你一个人 这 你没有想到吧 啊 哎 好了 哎 怎么样 哎 当然好了 来 我帮您担担 哎 孩子 哎 好嘞 好嘞 我再给您擦点粉 哎 干嘛 哎 不用了不用了 给我用水冲一下啊 好嘞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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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舒服 哎 好 好了好了好了 好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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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哎 好嘞 哎 好嘞 给好嘞 谢谢啊 哎 哎 哎呦 剃碗头啦 哎呀 哄音就来了 来 帮我擦擦 哎 去 嗯 给爸擦擦 哦 都不让我 小气 这边 小心点啊 别动在西瓜上 好了 爸 你为什么老不肯给我这个小银锁呀 我不是说了吗 你要你爸的心都行 可这小锁呀 不能给你 你回来干什么 我知道 你现在的心呢 都放在张家了 没事是不会回来的 爸 别瞎说了 我心里可是一直有你的啊 你要是再这么说 我生气了 连句笑话都不能说了 对了 你找爸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的 那个村上就是那个日本人到张家去了 我怀疑他可能是查那个军火的事情 哦 他到张家问出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 只不过我怕他再来找麻烦 我就跟老夫人商量了 说如果他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死不承认 反正他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哼 这些我都知道了 顾探长都告诉我了 这小子 他就别来找我 要找我 我非给他点厉害看看 对了 现在张老夫人对你怎么样 哦 老夫人对我挺好的 而且啊 比以前更好了 这就好啊 哎 闺女啊 你回来一趟不容易 哎 要不让厨房做点好菜 陪爸喝两重 好啊 走 走 走 爸 你想吃什么呀 啊 我呀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好啊 爸 那你今天可得多吃一点啊 嗯 你个混蛋小日本 你 怎么回事 你个小日本 等等 怎么回事 这几个日本人买东西不给钱 我说他们几句 他们就打我 小心 你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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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葵 阿盛 喂 你怎么 跟日本人在一起啊 哎呀 不要动 得罪的日本人 没你好果的事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你良心让狗吃了你 对啊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哪 他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这个狗汉奸 你多尽我们中国人的脸啦 你是不是中国人哪 你这个汉奸 上次抢钱包就放过你了 这次你还帮着日本人 太过分了 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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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啊 开了啊 我来 打死他 臭丫子 打死他 小弟啊 真是这样的 小弟啊 小弟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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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打得好 这是个武器的恶技 打呀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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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好姐呀 公公 你快起来 打呀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你打呀 走 打得好 你大葵 大葵 出个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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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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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位姑娘 谢谢你 不用谢 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事没事 袁姑娘 那就好 阿胜 怎么了 说起来气死了 几个日本人欺负她 还有个混账 帮着那些日本人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那个大鬼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紫青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哦 我刚才在街对面有事 哦 哦 哦 那没事 咱们一起走吧 好 走吧 走 快罢了 小姐 您的包 谢谢您 没事 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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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汉昌 这回又是阿生 都和这女人在一起 那你的 大概住在船运大亨张家 对 找她去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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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爸唯一的儿子 我是他和这个日本人生的 爱不得我吗 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 但是他心眼里看不起我 爸 爸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生我呀 爷 相公你回来了 好 我给你倒茶去 我给你烧饭去 我给你拿水果去 金链 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公司的 你怎么回来了 锦铃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是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梅雨 别对我那么好好不好 你知道吗 因为我 让你在老太太面前 始终抬不起头来 也是因为我 没让你生下一子半年 我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你别这样 你可别这么说呀 你没对不起我呀 你待我好 我是知道的 我们都十几年的老夫老妻了 我 这没有孩子 我已经不在意了 我对不起孩子 我好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请 锦铃 你 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啊 心里有事就说出来吧 你可别吓我呀 你万一有个好歹 我可怎么办呀 你 你是不是遇到不痛快的事了 你是不是特想发火 你发吧 有火向我发吧 别憋着 我会把身子憋坏的 没愈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没想什么福 苦倒是吃了不少 你不会怨我吧 你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怨你呀 哎呀 从我嫁给你那天起呀 我就知道 我嫁了个好人 虽然 这十多年老太太看不上你 也连带着看不上我 那也没什么 我认了 因为啊 我跟定你了 是的 这扶上的事啊 我是看不上 我也气不过 我的话也藏不住 我也骂过 打过 闹过 可到头来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一样啊 我现在啊 想通了 我不闹了 我现在 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就知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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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呦 您什么时候想起看她来了 我天天都想起她 没有一天忘了她 我想送袁姑娘件首饰 你看送什么好呢 袁姑娘稀罕的是您那份心意 我 也算是想明白了 这出身帮会之门呢 算不了什么 主要是人品要好 我看啊 子清也是挺喜欢袁姑娘 你又一直在劝我 我要是再不领袁姑娘的情 那不是不计情理了吗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送给袁姑娘啊 不急再说吧 锦臣呢不知怎么样了 我问过阿超了 我也亲自去过了 地段挺不错的 房子啊也挺漂亮的 你说我是怎么了 明知道锦臣她越来越不学好 可我这心里啊 总放不下她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你开门 来了 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 来来来来 你干什么 开门 叫你们老太太出来 出来了 出来了 小姐 你不得去 那几个日本人真的很凶的 凶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凶 哎呦 小姐 快出来 出来 出来 干嘛呀 找我呀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们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走一趟 干嘛呀 没打够啊 没打够是不是 好啊 我们出去打 出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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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好 老太太 她 她当众打人 把我打成这样了 还打上了我的兄弟 哦 你还有兄弟 你是不是忘了 你的祖宗是谁了 哎 你 你跟老太婆 我都怪闲事干什么 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打了 你试试看呀 嗯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日本人的走狗 中国人就都像你一样是软骨头 今天有我袁静茹在这儿 容不得你在这儿撒野 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要是敢奉老夫人一根寒毛 别怪本姑娘对你不客气 反正 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打伤了人了 我这儿 全人上 他们也是 你给我闭嘴 你买东西不给钱还动手伤人 我不过对你是小小的惩罚而已 何来打伤人之说 再说了 本姑娘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还有 还有后面那几个 你们以为这是在你们日本呀 想在我们的国土上胡作非为 做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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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愛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轉全都是你 任那熊熊烈火沾上我的心 但是也要和你在一起 永不分離